大家好我是杰西家的杰西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质言发音 Phonics 相同字母多种发音 那这什么意思呢 在英文的话通常一个字母 每一个字母它会相对发一个音 尤其是子音B念B D念The F念The的音 但是呢 这有一些子音呢 它在后面加上不同的母音的话 会有不同的发音 就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比方说什么呢 CKCK 这三个字母 它念的是可的音 CK念可 比方说这个back I'll be back 我一定会回来的 这是一个允诺 对不对 这是阿诺斯瓦辛格加油 看魔鬼终结者 这一句应该很熟 那K的话比方说 Kate 对不起 Kite 风筝 其实今天重录太多遍 就不再重录了 或者是C OK C的话比方说这边 Cake Kalua Cheesecake 什么是Kalua Cheesecake呢 就是咖啡大驴食蛋糕 Kalua是一种咖啡酒 你记得下来是应该要把照片放起来 这是一个杯子蛋糕的食物 它其实不很难 这个地方 就是 这个是咖啡酒 这个是咖啡粉 好 那 做出来 就是因为你有把它搅拌 杰西这个有点太丑 这比较漂亮一点点 就是咖啡色 对不对 好 这是杰西最爱吃的 杰西曾经讲过 假如今天是世界末日的话 if today was the end of the world OK what would you like to eat 假如今天是 today war actually here the end of the world OK what would you like to eat 假如今天是世界末日 你想要吃什么 这个呢 昨天杰西在听 Apple Music的时候 访问到这个 Kalvin Harris 他是 他是谁啊 他是泰勒斯的 浅浅男友 其实他是一个 很有名的DJ 他的歌很好听 最近这一首 my way 就有点在唱 在唱 杰西的中文 跟那个他的女友 泰勒斯分手 好 那 那个主持人就问他说 what would you do if today were the end of the 今天就是世界末日了 你会做什么 好 他就说 eat just eat OK 就吃吧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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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今天假如是世界末日 杰西曾经想过 杰西大概就是 自己做 因为外面做的 好吃的有 但是不多要找 所以杰西觉得自己做 是自己口味最喜欢的 Kalua Cheesecake 非常好吃 好 讲得这么远 就是说 see 这个字母 他假如加了 英文母音字母有总共有五个对不对 母音字母有A E I O U 五个字母 然后Y W 这两个是半母音 就稍微记一下 好 所以假设是A O U C的后面是A O U 比方说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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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蜜 外套 跟Cat 是简的意思 这个时候呢 他都念K的音 大部分他都念K 可是他有时候会念S S的那个S 什么时候念S呢 当你的C 后面加的是EI Y 有没有A EIOU 对不对 A IOU 所以除了A EIOU 除了A O U之外的EI 再加上Y 这个时候 比方说Once Sale Sent Place Center 好 那这边呢 解析起来这里好了 Once 的话 比方说 Fool 对不起 Fool me once Shame on you Fool me twice Shame on me 好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假如有看杰西部落格的人 大概看过 杰西写过很多次 那其实这个也还蛮常讲到的 Fool's 骗 对不对 骗我一次 Shame on you 你真是不要脸 就是你的错的意思 OK Fool me twice Shame on me 骗我两次 那就是我笨 就是我丢脸 这样子的意思 那英文我们讲说 Shame on you 这个 假设讲说 Shame on you 你真是丢脸 有点骂人家不要脸的意思 可是跟这个 What a shame 啊真是太可惜了 差很多 What a shame 好 请大家记住 这个 有时候有些人会弄混淆 好 Sale的话就是 细胞的意思 Center是分 一分两分的那个分 好 那美元的话 除了$1之外 对不对 那再来有那个 Dine 对 先是Quarter Quarter是25角 25 cents 然后有一个 Dime Dime的话是10分 10 cents 然后还有一个 Nickel 它是 N-I-C-K E-L Nickel 好 Nickel是5 cents 那当然一分就是cent 一分cent Penny Penny的话就是cent 一分 就是one cent 应该没有记错 希望不要记错 等一下再去查 现在有点难的查 好 Place 地方 没有问题 那最主要会有问题的是这个 Place 念 加S之后 它因为字尾是S加S 会多一个音节 念places places 很多人会讲错 好 Center的话 有时候你会看到 拼C-E-N-T-R-E 诶 这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这是音式英语 OK B-R-I-T-I-S-S British British English 那一般我们美式英语 台湾比较多人学的是 American English 美式的拼法就是C-E-N-T-E-R 好 那C加上E-I-Y的话 City Circle Cigar Decide Suicide City是城市 应该没有问题 Circle是一个圆圈 OK So Stand in a circle Jerxes有时候上课讲 Please stand in a circle 就是请围圈站的意思 Stand in a circle Cigar的话 中音在后面是雪茄 好 Decide是决定 好 这个时候呢 假如Jerxes好爱说 好 你还没有决定 好 当别人问你什么事情 你还没决定 好的时候 你可以说 I haven't decided yet I haven't decided 我还没决定 I haven't decided yet 好 最后一个 Suicide的话 就是自杀 这是一个不好的行为 就是相当于 Kill oneself 把自己杀掉的意思 One self应该连在一起 对不起 Kill oneself 好 就是我自杀 I kill myself 他自杀 He kills himself OK 但不会是kills 应该是killed 为什么 因为假设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时代 He kills himself 就表示说什么 这是一个现在简单式 对不对 表示他一天到晚都爱杀死自己 那杀一次就死了 对不对 所以假如这个人自杀死掉 He killed himself 或者我们说 He committed suicide He committed suicide 他自杀了 先前有那个自杀突击队 叫做 Suicide Squad 英文常会用这样 表示那种 有去无回的 Suicide Squad 自杀突击队 就是你知道这一支的任务 非常非常文写 你可能就回不来的 那个 OK 那个是suicide 自杀 好 那C加上Y的时候呢 Bicycle Cycle Recycle Cyber Cafe Fencing Bicycle的话是脚踏车 By是两个 对不对 两个轮子 所以Bicycle 那Cycle的话是循环 Recycle Re加在前面是再一次 好 再一次循环 再一次使用 就是回收的意思 那Cyber Cafe 什么叫Cyber Cafe Cyber Cafe就相当于 Internet Cafe 网咖的意思 Internet Cafe 好 Cyber Space 网络空间 最后一个 Fancy 你说 这边的Y 对不起 仔细把它按掉一下 因为又过10分钟了 提醒杰西 不要讲太久 好 那Bicycle 这边有没有 在字的中间 加长最常念是E Cycle 也会念I的音 Recycle 这又是I的音 Cyber OK 又是I的音 可是呢 假设它放在字尾 前面还有别的母音的时候 通常都是念E的音 所以这边是Fancy 等一下下面我们会看到 好 Fancy的话是有点幻想 所以那种 喜欢的意思 好 不确定的时候呢 你就问一下 Cambridge字典大师 他就会告诉你 什么是Fancy Fancy就是You know I fancy something 我喜欢什么什么什么事情 它可以当行动词 它可以当动词 它可以当名词 好 喜欢什么 想要做什么的意思 OK 好 Do you fancy a drink this evening 你今天晚上要不要一起喝一杯 这样的意思 I didn't fancy swimming in that water 那水太脏了 我想要在里面游泳 OK 所以其实有时候一个字母呢 一个单字 对不起 不是字母 一个单字 还有很多种的意思 那学生有问说 那我怎么知道哪一个是我要找的意思呢 这时候呢 假设是你在 你要看它的英文的时候 你就看最常用的会放在最前面 比方它的动词 它可以当行动词 它可以当名词 在英文的话 就是动词最常用就会放在最前面 OK 好 那假设是我今天要造一个句子的话 我要怎么把它放进去 我今天要造句的话 我就要把我想要造的句子 按照英文的句型把它表达出来 OK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下面的话是G G本来念的是这个歌的音 所以G加AOU 比方说GATE 那么登机门那个GATE GO G-O GAST GU在一起 U通常都不发音 所以只发歌的音GAST 还有什么 比方说猜一猜啊 GAST You guess 女生遇到人家问年纪的时候 最喜欢说 You guess 你猜 对不对 好 所以这边G加上EI的时候 我会念 YU的音 G这个音就像J那个G 比方说什么 工作 有没有 JUG 这个字 有没有 这个J念的就是G的音 好 那 比方说第一个 GEM GEL GENTLE ANGEL BREACH GEM的话是宝石 闪闪发光很值钱 那个宝石叫GEM GEL的话就是胶 OK 常常会跟头发放在一起 那个Hair gel 发胶 好 还有呢 什么叫Bass gel 擦一下 就是你在洗澡的时候 那个沐浴炉 所以你到那个饭店的时候 有人就会不知道要拿哪一瓶 好 通常会用Bass gel 或者是各式各样都有 我甚至看过什么Body wash的这种 你说洗尸体啊 没有啦 真的 不相信 你看一下这些人 你找Body wash 好 有没有 Body wash它就会出现 就是 Shower gel 有没有 Body wash 这个就是 洗 沐浴乳 好 然后呢 洗发乳叫做 宣布 记一下 然后呢 日文发乳叫做 conditioner 好 这几个是 你去洗澡的时候 有三瓶 像 杰西老爸的话 就看不懂 就是需要问一下 那你们可以 也可以同学 可以记一下这个字首 OK 反正Bass这种的 应该就是 洗澡的 shampoo 这个S开头的 就是洗 头发的 conditioner 就是润发乳的意思 好 回来 为什么又扯这么远 明明是Gel Gentle的话是温柔的 所以 什么是Gentlemen 肩头慢 好 肩头慢 当然就是 解析想把这边 移上来 这样比较好写 好 这样可以一边看着上面的 好 那这里写到这边 Gentlemen 是绅士 所以呢我们常常 一开始的时候 好 要说 先生女士大家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Gentlemen 对不起 真的念成Gentlemen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所以我们常会说 Attention please 请注意 OK Attention please 请注意 那Ladies and gentlemen 是先生女士 然后你就开始 你要讲的话了 OK Due to the weather OK Our flight will be delayed 我们的飞机就会延迟这样 之类的东西 好 那往下面看 Angel 没问题是天使 好 Bridge 这个字是桥的意思 那记得那个 只有一个音节 Bridge 那个G后面不要再多一个 耳元念Bridge 没有耳的音 所以只有Bridge 好 请记住 再来G加I的话 OK GIN这边 GINGER Giant GIGANTIC GIRAT 好 G加EI的时候念G 那GIN GIN是请酒 那前面还是GIN 对不对 可是GER G在EI前面念G 所以GER就念G GINGER GINGER就是姜的意思 姜母鸭那个姜 GINGER DUCK 所以冬天到了 就非常适合吃这个GINGER DUCK 你就直翻 这个东西英文真的没有 OK 在国外 应该很少国家有姜母鸭这种菜 所以你就是解释一下这样子 好 下面这个Giant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面熟 尤其它大写的时候 就是捷安特脚道车那个Giant 它是巨人的意思 这个字很多人念不出来 为什么 其实它三个音节 你把它分一下 GY 这里这个字居然拼错了 居然 它是叫GIGANTIC G-A-N 然后T-I-C 所以它分三个音节 G-A前面就念G 对不对 这边后面是Tick Gantic 然后Gigantic 中音在第二个音节 可以猜得出来吗 Giant是巨大名词 Gigantic 就是巨大的 最后一个字的话 场景录 叫做Giraffe 好 一样这个 A-F-F-E 这个Evil发音 所以这边是念Raf 然后中音在第二个音节 所以Giraffe Giraffe 场景录 最后面 Y Gym Gypsy Egypt Biology Technology 好 Gym的话当然就是健身房 健身房 除了Gym之外的话 也可以说 Health Center 或者现在台湾 台湾节期不知道 台北市跟新北市 都开了很多这个 运动中心叫Sports Center OK 那Sports 这边有S呢 对不对 Sports 那再加上这个C 所以你就不会念Sports Center 合在一起Sports Center 就可以了 好 这个S跟C 其实它就会联姻 合在一起念 好 健身房 Gypsy 是吉普赛人的意思 好 Egypt 埃及 那个国家 埃及 说很多 那个 Mummy N-U-U-M-M-Y Mummy 去外加A-A-A-S Mummy 就是那个穆来 E OK Egypt 好 下面这个 By A-L-G 这个字也很难念 很多人就会念不出来 其实上课之后 很多人念不出来 像这种字啊 它是其实有一点点固定 这个 L-O-G-Y的话 它的中音呢 通常会在L-O-G-Y的前面这个音节 所以这边是By OK 然后中音在这里 A 这里是L 这是G 所以 By A-L-G-Y是生物的意思 那以此类推 下面这个也是这样子分 这里是念作Tekno-L-G-Y 所以一样有没有中音在这个L-G-Y的前面 所以是Tek 这个Ch比较特别这里念K 科技我们常用Tek来代替Tekno-L-G-Y 科技的意思 最后面Y的话呢 通常Y的话就是念Y的音 比方说像YES 对不对YES YES 是最常见的 然后呢 它在字首 几乎都是念Y Y Y Yoyo Yek Yoke Yest Yer就是年 一年两年的年 对不对 Yoyo就是玩那个 玩那个回地球 丢下去它弹回来 丢下去弹回来 Yek是梨牛 西藏的梨牛 是一种牛 OK Yoke是蛋黄 好 那蛋白呢 叫做Egg White 蛋白 白症就是蛋白 Yest就是酵母 要做面包那个酵母 好 那再来的话呢 Y它也可以念Y 它在字母 它在字尾 那当你前面还有一个母音的时候 这时候它就会念Y的音 比方说Sunny OK 除太阳 全部把它念完 对不起 Sunny Botty Kitty Hoppy Thirsty 好 Sunny就是太阳 出太阳的好天气的 好 那就 以此类都很多 这个有没有 Cloudy 多云的 Rainy 下雨的 Snowy OK 多雪的 这种的 好 那Footy的话是事实 完蛋了 杰西又把它讲这么长 居然又超过十分钟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 不然杰西就讲到不知道了 Footy是事实 那实事呢 念Botty 好 所以呢 对啊 为什么不对 Footty 对不起 好 这是拼字 F-O-U-R-T-E-N Footy 那50的话是fifty 15的话是fifteen 这样子 16 60 60 16是sixteen 好 就麻烦通缺 要记住一下 这两个音很像 对不对 一个是t 一个是ting 那t的话 fifteen forty thirty 中心通常在前面 然后外面 最后面是以的音 所以ting的话是长音的 e的音 OK 14 16 13 这个ting的音 好 那再来kitty Hello kitty 大家知道吧 Hello kitty 就是 Hello kitty 就是 那只猫 Kidee猫 Hello kitty 好 Hobby是嗜好 所以你要问一下 你的嗜好是什么 OK What's your hobby H-O-B-B-Y 那不要忘记了 假设是负数的话 我觉得应该很多时候 What are your hobbies 这样子 OK 那thirsty是口渴的 所以你看到这边 why 对不对 它前面的话有 O-I 它有别的母音的时候 它就念 Y 可是当你的 Y 在字尾又没有 别的母音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念 I的音 比方说 my bye bye spy shine 好 my的话是 我的 by是my 那这个by呢 是借由什么什么的方式 比方说 I go to work by bus 我搭公车去上班 这个by spy的话是间谍 那这个sp转音 之前有看过 这个不会念spy 念spy 因为它会转音 那shy sh 念sh的音 shy 是害羞的 好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 相同字母多种 发音的部分 解析会再把所有的再念过一次 假如你回头想要再听一次的时候 你就可以略过解析前面很多各式各样的 就是跑到别的话题去的那种 好 人家说不能说废话 不能说废话叫什么呢 题外话 好 你要略过那些题外话 只听后面 等一下解析最后面会写说 你可以从哪边开始听 好 那其实就把所有的发音规则 跟字母再念过一次 c加上eiy的时候 会会念s 比方说 c加e 念s的音 once sell cent place center c加i 念s的音 city circle cigar decide suicide c加y 念s的音的时候 bicycle cycle recycle cybercafe fancy 好 g呢 也可以加上eiy 发不同的音 那这个时候 c加e的话 念的是 g的音 gm jill gentle angel bridge g加上i 还是念 g的音 gm ginger giant gigantic giraffe g加y的时候 念g的音 gm gypsy egypt biology technology 好 那y的时候 在最前面 念也的音 year yoyo yak yoke yest y在最后面 念也的音 sunny boaty kitty happy thirsty y在最后面 念爱的音 my bye bye spy shy 好 那我们今天 自然的发音 就到这边 谢谢 拜拜